監視器畫面拍下物流貨車送貨完要離開 結果後門忘記關整片門是打開的 藍色車輛停在路邊 結果貨車經過門直接往藍車後方打下去 還好玻璃沒有破 但被這樣猛烈一撞車門凹陷 折角處也爆裂開 只有保強制險 沒有保其他的保險 所以這個沒有人損的部分 變得是要我們自己先處理這筆錢 事情發生在台南安平區 當時車主把車停門口沒有違規 但貨運司機送貨完卻忘了關門 到原廠修車要九千多塊 但貨運公司卻說只有強制險 要自己提供報價單 再等著調解賠錢 讓車主很傻眼 我請他們的理專直接跟我聯繫 他們就一直都沒有人出面 我們找不到對號的窗口 他們公司的電話也不會有人接 愛車停路邊卻因為貨車沒關門 直接砸到受損 車主要找業者溝通賠償 但人卻消失了 聯繫不上 截稿前致電也都沒有回應 車主實在很無奈 只希望問題早日解決 記者賴慣章 台南採訪報導 我是劉佳 我喜歡與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時事 國際脈動 財經動態 還有氣象資訊 最接地氣的新聞台 讓你重要消息不露階 聊天的話題也不脫鉤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式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